現在這些部分呢 我們現在開始來做油的部分 這是芹菜 剛剛那是蔥這是芹菜 所以要買細的比較好對不對 都可以 都可以 一個好的食材其實 不管是國內國外的都可以 好香喔 芹菜 看起來好脆 好 把蔥先放進來 冷鍋的時候冷油就可以下來了 那我們這邊油脂雖然是多 可能我們沒有全部放 因為這樣香料味 香草味比較容易做出來 那是什麼 香油 加那麼多香油 你要說醬油下豆不是會苦嗎 那是麻油 麻油 麻油會 香油是麻油調出來的調和油 所以在高溫之下 它比較不容易質變 那如果麻油的話 比較容易酸化 對 這個步驟就是把香氣煉出來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吃清蒸的東西 如果魚鴨的時候 我們會嗆一點蔥油 其實到裡面有點類似 好香喔 聞到了 有沒有看到蔥的香味 太讚了 好 妳可以看蔥的部分 因為蔥油香氣已經出來了 把蒜頭放進來 奇怪 像我都會先放蒜頭 因為蒜頭會苦 不錯的 妳太早放進去蒜油苦了 蔥油還沒 蔥的香味還沒出來 它就已經苦掉了 所以妳來這邊又學到了 這個先後順序的味道 對 步驟都錯了 好 當然也要看個頭啦 如果說你煎的蒜頭是一整顆的 那你可能可以早點下 可是我們是切成蒜片 因為它比較容易把這個蒜味釋放出來 所以就不用那麼早下 那聞到整個香氣都有了 可以先把它過濾出來 鍋子還是熱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把芹菜放進來 然後剛剛的油 我們補一點進來 就這樣芹菜裡面就很香 我只要弄一下就好了 好香 對 他不是真的好幸福喔 對 我每天在那邊 你真的不是好幸福 我每天在那邊吃大餐 真的 每次在路上 你都問我說 潘老師 有這麼好吃 看你吃到這樣 好有口味 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然後 這個一點紅辣就要進來 配色的 好像顏色好漂亮 好 這時候可以關火 那我們就等 它好了之後 我們把這些鋪上去 最後再淋一點油場 這樣就結束了 只是為了配色 像我都會弄到有沒有 哇 好辣這樣子 沒有 一個是配色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芹菜本身對人體很好 那我們就不希望說 攝取過多的油脂 可是你又希望它香氣的 那這個可以做起來 它不會壞的 不用擔心 這差不多了 可以檢查一下每一塊 是不是熟成就都剛剛好 奇怪 我連什麼熟或者是不熟 方便不太出來 其實 用目測比較難 我現在其實是用筷子去感覺它 喔 對 好 那最後我們把芹菜放進來 喔 是這樣放進來的 放進來 對 我的天啊 然後放進來之前 如果說你還比較想要稍微有點香氣 可以把油倒一點回來 這樣就好 然後夾忍它 最後把它嗆進去 喔唷 用嗆 真的是 那這邊是一點我個人喜歡的辣油 欸 好 好 辣油 吃辣會不會影響啊 不會啊 會痔瘡啊 另外一種便利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 等一下 你不要吃 等一下 你不要嚇 有時候常常吃麻辣鍋 會不會造成血管 那個就是說 放一點點調味沒關係 但是你吃那個麻辣鍋 因為有油脂很高 所以對血管爆炒 而且很容易過量 對 晚上我們去吃的 那油 其實真的好香喔 我看到這樣弄到那個油還好 而且不但香還好好吃喔 不會這麼那麼香 好好吃 可以偷自吃啦 我要復吃啊 你不是說要負責任啊 很好吃到這個是 還在自己那邊 這個還真的蠻好吃的 對啊 我們都 不知道在自己吃 不是 我們都為了節目的進行 都忘了注意他在偷吃 對啊 那怎麼突然間他不太講話了 有勁賣虛張的是我啊 好 最後把它進來 而且你 先撒胡椒再淋上去耶 這是哪一招啊 這樣比較香 好厲害 好 來 試試看 我們今天的花枝行菜 真的很好吃喔 來 試試看 哇 欸 還沒說開動嗎 這個花枝真的是很肥厚 好像很薄嘴 哇 好好吃喔 也好香 不過我辣椒 我看到了 它是比較少吃辣椒 不能吸 要用咬的 對 不能吸 也吸到辣椒 它很漂亮喔 因為它切成爛 味道都包在上面 那個怎麼那麼嫩啊 不會老耶 不是 你要 你要吃個芹菜 要吃個芹菜 芹菜真好吃 你不要吃芹菜了 芹菜給我啦 多吃點 給我啦 我都飯 芹菜吃得真香 真好吃 要配芹菜 對啊 有啦 芹菜其實很好吃 因為其實我們在蒸的效果 它最多裡面的汙汙就是100度 就跟我們煮水 水平均都是100度 那100度來烹調海鮮 基本上都不會把它烹得太老 好棒 尤其像中捲醬 你如果說你沒有注意到 或是花蟹 你當過界 好啦 你沒有注意到 你能炒下去 可能它高溫之下 它馬上就硬 所以啊 靜麥絮湯 我不是不好意思喔 你看 哎呦 你意思嗎 我不是不好意思嗎 你這樣拿光了 所以靜麥絮湯 其實不是大餅 只是個小病 可是你真的不能忽視它 那一旦你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就講 跟醫生聯絡 然後趕快去看個醫生 對身體總是比較好的 謝謝 這樣比較嚴重 沒問題有沒有 尤其阿富士從來不吃行車 因為這次他發現了 正視自己的病情 所以看你吃行車絕對是好現象 一個好的烹調方式 絕對讓你吃 身體的吃得是越健康 真的 好不好 健康又好吃 好啦 那今天就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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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洗腦機 隨便我們吃掉的健康 讓我們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 拜拜 再見 拜拜 萌萌 哇 靠天 靠天啊 靠天啊 這樣子會叫靠天啊 明天晚上11點33頻道 吃再也不健康